黄澄澄的芒果 与绵柔翠绿的酪梨 以香草提味之后呢 再搭配火红番茄 分明的色彩层次 令人食欲大开 而营养丰富的红豆香鸡饭 再混入艳丽的红椒与玉米 加上国荣中师傅 精心特调的风味酱 惊下最凉爽的开胃菜 香鸡红豆米饭沙拉 番茄酪梨芒果中即将上桌咯 下到星宿派肯定带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 意大利料理的专家 郭荣宗大厨师 你好 珍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郭荣宗师傅 从事厨艺工作二十年 最擅长各式的欧式料理 目前担任五星级饭店主厨 与蔬食餐厅的厨艺督导工作 再来介绍我们这一位 让大家吃得营养又健康的 营养师林怡君 怡君你好 嗨 郑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林怡君 台北医学大学保健营养学硕士 现任体重控制中心营养师 今天变的是什么魔术 今天我用红豆香鸡饭来做沙拉 红豆香鸡饭做沙拉 对 好 另外再用一些水果搭配我们的坚果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香鸡红豆米饭沙拉 材料有香鸡红豆饭两包 红甜椒30克 玉米粒30克 葡萄干20克 薄荷叶少许 调味料有 柠檬汁20cc 蜂蜜20cc 盐1克 清水200cc 番茄酪梨芒果中 材料有芒果一颗 薄荷叶两克 番茄一颗 酒橙塔两克 酪梨一颗 香菜两克 坚果少许 调味料有 盐 黑胡椒粉适量 光看这些食材就意大利了 对不对 对 好啊 那你就开始做吧 先做哪一样 好 我们先做红豆香鸡饭的沙拉 好 这个香鸡饭已经泡好了 已经泡好了 我好爱吃我们的红豆香鸡饭 因为它是糙米的对不对 对 这是蛋的 那个红豆的香味 那先做好吗 好 这个已经泡过了 这个饭已经泡软了 所以我们先把它放在这个盆子里面 等会我们要拌掉 可以吃 它其实本身有一个叫做那个什么 调味包对不对 对 它有个调味包 好 那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做沙拉 所以我们不用那个调味包的 不要用了 不用调味包的部分 所以今天这个吃一口吧 好 好 谢谢 而且我们的香鸡饭的红豆香味 特别浓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先在这个饭里面 放一些盐巴 放盐巴的目的是要把那个饭的甜味 把它引出来 轻轻地拌一下 红豆香鸡饭真的很好吃 它可以做甜的 也可以做咸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做冷的 做冷的 我很喜欢吃冷的 做冷的 其实用米饭做沙拉在外国是蛮常用的 在台湾还比较少看到用冷饭做沙拉 吃冷的 不是 我们才想到这个台湾人 炖饭 对吧 炖饭 对 然后我们再来把它 然后我们加一些红甜椒 我们把它切成小丁 对 好 益君 像这样子的饭 把它这样子处理之后 它的那个所谓的 我们的那个红豆量很多 对 对 所以它这样子的整个营养都还在吗 因为这是熟的饭 只是泡了水而已 对 它原本是熟饭 其实它很像就是那种隔夜饭 然后再去加热水 然后让它完颜 对 那其实像是应该有听说就是 有一些糖尿病的人 吃一些冷饭或者是隔夜饭 对它血糖会比较稳定 就是比较不会容易忽膏这样子的清醒 那主要是因为这种隔夜饭或者是冷饭的东西 它含有一些抗性淀粉 它的抗性淀粉 所谓抗性淀粉就是一种 不是那么好消化的一个淀粉 那它可以在稳定血糖 还有在体重控制方面是很有帮助的 对 所以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饭呢 它就是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这里面也加了法宝 加一些玉米粒和葡萄干 好 玉米粒跟葡萄干 常在讲说玉米粒很容易造成发胖的 其实不会 其实玉米啊 其实它是一个跟饭一样是一个主食 就是淀粉类的食物 也是淀粉类的 可是它的纤维是很高的 所以会让人家会觉得有饱足感 那一样是比如说一碗的一个玉米 跟一碗的白饭来讲 一碗白饭大概要有280卡 可是大概一样是一碗的 同等量的 对 一样是比如说200克的一个饭量或玉米量 可是玉米的热量只有170卡 是它的一半左右 对 所以玉米的热量不算是高的 对 所以说对它误会了 对 而且玉米又是一个 人家说一个升糖指数来讲 GI值升糖指数它是低的 也就是它影响血糖的程度会比较低 所以会让人家会比较有饱足感 不容易饿 所以说你看这个 第一个它是冷饭的 有关系 它的升糖指数低 再加上这个玉米也是升糖指数低 对不对 那因为它有一些抗性淀粉 所以是对饱足感 还有一些血糖的一个稳定 都会比较好 然后也不容易饥饿 这个是健康的 对 赞 夏天我们还要再加一样东西 还有 这边我们看到红的 红的 黄的 黑的 薄荷 颜色很缤纷 夏天我们加一些薄荷 薄荷 这个是你种的吗 好 这个是我们种的 今天早上才拔的 阳台上种的 今天早上才拔的 天气太热 我们家的薄荷都稀了了 但是你的关系 再继续去马来种好了 这个加下去多有feu啊 这简直就是我的最爱了 对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 再加什么 酱汁 酱汁 它的酱汁很简单 用蜂蜜跟柠檬 1比1的比例下去调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夏天吃一点清爽的 你看那个还没加下去 你闻那个薄荷香了 很香 还有 还有红豆 增加一点食欲是吗 对 对 不用放太多 就这样一点点就够了 这样一点点就够了 把它拌下去 所以说这个是沙拉吗 这是沙拉 这个真的很好吃 现在真的天气太热了 对 所以整个拌起来 放冰箱 放冰箱 然后又看起来又漂亮 吃起来又清爽 这个是一个很营养的这个饭 我们现在来做另外一种 再来 我们吃的是 我们今天要用到三种水果 好 真丢的 芒果 酪梨 番茄 番茄是属于水果 很多人都以为它是蔬菜 我刚看还以为它是日本胖茄 没有 它是酪梨 好 来 我们先来选 这个芒果是用什么芒果 用艾文 艾文的 用艾文 因为现在艾文刚好丟起 丟起 对 所以我们用艾文 而且艾文的做菜好像比较适合 对 它比较香 比较香 所以像这个芒果跟这个能 这个吃起来我就觉得说 有一个疑惑 这个疑惑就要请怡君来帮我们解答了 因为我爱吃冷的东西 冷生菜沙拉 冷饭 冷汤 那后来我就听中医师跟我讲说 像我瘦瘦的 但是我有个地方老师瘦不下来 就是我肚子 女人有一小父 对 他们说因为你生过小孩 所以你会有一小父 但是人家都乱讲 有些人就没有 然后后来中医师是说 因为我吃冷的东西吃得比较多 它产生这个地方有脂肪 是不是 会比较多 就是如果常吃寒冷的东西 那又加上运动不是那么足够 长时间坐着的话 其实我们肚子的脂肪就会越来越多 就是它类似有一种保护性 保护子宫 不要太好看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可能饮食方面要稍微调配一下 如果你冷性的食物有事的话 你要搭配一些热性的食物去做调和 这样子可能可以减少那种饮食 比较偏寒 那体质就比较寒冷这样子 我现在了解了 这不是因为吃太多 可是因为它太寒 所以身体产生自我保护机制 它就堆积脂肪在这里 所以等一下就要帮我们看看 解说一下这个哪些东西 是可以去调节这个部分 好 那现在你在切什么好东西 这个也是薄荷搭我们的芒果 怎么这么棒 薄荷搭芒果需要一支汤匙 好 薄荷搭芒果需要一支汤匙 汤匙我们把它稍微拌一下 给它 这里面都不用放任何的油 那你可以放一点点盐巴 它的甜味会更出来 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一点点 一点点 现在要做的是 我现在做的是一种 它算是水果中 水果中喔 水果中 它会有三种水果 所以它的颜色会很漂亮 好我先来闻闻看 这个好香喔 芒果香它的外带 一咪咪的那个 哦 薄荷香 薄荷还喜欢的话可以多一点 对 就是看每个人的喜好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可以用多一点 好 现在再加上的是红色的番茄了 牛番茄 牛番茄我们一样把它切丁 盐纸都一起切下去 盐纸喔 黏它那个汤汁 对 统统一起切下去 一样把它切丁 好 今天我们的牛番茄 是吃生的对不对 对 吃生的 所以这样子的吃法是保存了它的 维生素C 维生素C比较高 对 番茄是属于维生素C 很高的一种蔬果 蔬菜 对 它像是大番茄的话 我们在食物里面分分它是蔬菜 那小番茄的话 就会说它是水果 因为它的糖分比较高 所以在食物里面会称为是水果 是这样子分类的 对 我还以为就是说熟的吃是菜 生的吃是果 不是 没有 对 这样子 对 这时剩女小番茄是比较甜 所以牛番茄就是 理想没这么甜 对 但是它有的会偏酸 酸一点点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是在这个牛番茄产气的时候 这样做很好 对 那没有牛番茄 没有牛番茄 用台湾那个 药基亚 药基亚番茄的话 药基亚番茄也可以 颜色没这么的 如果它 如果它 可是它熟一点它的颜色 其实它 绿里面带红 其实也很漂亮 它做起菜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用生的 生的话 用生的话其实那个颜色也很漂亮 那你这个没有去皮啊 有需要去皮吗 是生的我不建议去皮 生的不建议去皮 就要做熟的料理才要去皮 做熟的料理去皮 好 然后这个还要加什么 这个我们要加点九层塔 番茄跟九层塔也是绝配 绝配 对 绝配 意大利料理里面常用到的 其实意大利料理里面最常用的香料 有哪些啊 罗勒 然后巴西鱼 百里香 米蝶香 这些都是蛮常用的 而且这些香料 其实在我们一般超市都买得到 可是我们一般超市买的都是 干燥的 干燥的 对 那它们是比较用到干燥的 还是用那个 如果一般来讲的话 做不同的料理 你会用干燥或新鲜的 其实它做的料理会不太一样 因为干燥的味道会比较松一点 对 干燥味道比较重 但是新鲜的它会有另外一种风味 另外一种风味它不一样 就不一样的感受不同对不对 对 我们一样加一点点盐吧 加一点点 这么少 一滴滴就好了 一点点就好了 不然它会变很咸 我们今天是要吃它的甜味 不是要吃它的甜味 所以加的那个一点点盐 这个也是一点点盐 是提它的味而已 对 一方面提它的味道而已 你看这两个颜色 很漂亮 很漂亮 我们要酪梨 好 酪梨的话 请问这个挑选怎么挑 我来看一下 因为我不会挑 所以我到超级市场 那么一大堆酪梨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个太太拿起来这样 看那个纸有没有分开 跟方天听不出来 有声音 那有的拿起来 没声 那我就… 我看她拿那个是红的嘛 然后我讲有声音 我就拿有声音的 是这样吗 我还有另外一种挑法 前面 这个地方如果按下去 它是软的 它就熟了 跟挑木瓜一样的道理 这个前面这个地方 对 这个地方如果 软的 好软 它就熟了 这个是熟的 因为有的 它虽然是还没有这么黑 但是它已经熟了 它已经熟了 所以就是按前面 对 好 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酪梨 酪梨 我们现在 你看这酪梨颜色很漂亮 颜色很漂亮 那个纸好大一颗 我那天切了一颗酪梨 那个好大一颗纸 我就把它丢在盆土里面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长得出来 因为我也有种过 种不起来 种不起来 因为你有会种东西 所以问你就对了 它这个里面有一个膜 对 这个膜要把它撕掉 漂亮啊 感觉很甜 我女儿她不太吃酪梨 她说酪梨在… 她讲到在国外酪梨 都拿来当做菜比较多 入菜的模式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入菜 所以 在台湾大部分 都打酪梨牛奶 打成酪梨牛奶 当水果 对 当水果 其实是 确实是他们会比较 拿酪梨入菜比较多 对… 其实酪梨像在做墨西哥菜 它有种酱是不是 对 酪梨酱 像薄西哥卷 然后沾酪梨酱 我曾经一天喝一杯酪梨牛奶汁 一个半月 胖了三公斤 我本来想说要让它养眼美容 就会养错地方 是不是 是因为酪梨会这样是不是 其实酪梨热量是还蛮高的 因为它是属于油脂类的食物 但是它的油脂是属于好的油脂 就是它是一种 单元不保养脂肪酸 比较高的油脂 它可以降低胆务酸 对心血管是好的 但是如果说用… 而且它的营养素也很丰富 一些维生素A、C、B 这些都比较高 那如果说吃酪梨是OK 但是可能要减少 我们食物里面的一些 油脂的摄取 就像如果你吃青菜 就用烫的青菜 那也少吃炸的、煎的食物 然后利用一些好的油脂 像酪梨来取代我们一些烹调的用油 这样就可以… 所以你当你现在想吃酪梨的东西的时候 你其他的相关的油脂 就自己把它减量 减少 对 其实对体重还是不会影响到的 是,千万别像这样 酪梨还打全职鲜奶 对 怕死人 可以搭配柱子牛奶 一起喝 一天喝一杯 那你可能平常的一些油 就要摄取,就要减少 对 这样也没问题 也不必每天喝喝喝喝 对… 好 又加了这个是不一样的 香菜 香菜 酪梨加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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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爱吃酪梨 酪梨 也一样放一点点盐 稍微搬一下 因为酪梨它熟的话比较软 所以我们稍微轻轻地搬 这三样搬在一起 光看颜色就很诱人 对不对 真的搬在一起 来,大家猜 这三个颜色搬在一起 像哪一个国家的国旗 王力宏 那是国家吗 不是 好,然后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我们用透明的杯子 我们来装 这个杯子 其实这道菜 你在家里面 请客人的时候 会很棒 我们先放芒果 先放在最底下 放一点芒果 看大厨师变魔术 这个在家里面 请客的时候 这可以当前菜,对不对 对 或是当沙拉员 就是水果沙拉 对 我们可以先做好 先做好 然后放在冰箱 你是说把这个部分调好 用保鲜盒装好 对 然后要上桌之前再装 再装 对 不能先装好 味道会混来 其实它味道混在一起 还好就是怕它你太早装的话 它里面的那个汁啊 汁会流出来 它感觉看起来会不好看 螺螺 对 它看起来会不好看 对 看起来会不好看 然后再来 好亮喔 这个很有玉大利福 对 是不是 对 光看了感觉就很舒服 难怪就是颜色好丰富 对啊 好开胃 对 好三个 三个 然后呢 最后呢 对啊 我们放一点点芹果类 就是我们今天的 番茄酪梨东 我们就上菜吧 来 香鸡红豆米饭沙拉 做法是香鸡红豆饭 用200cc的清水 泡10分钟之后 拌入盐巴 红甜椒丁 玉米粒 葡萄干 薄荷叶 接着将柠檬汁 再加入蜂蜜混合之后 再倒入红豆饭中拌匀就可以了 番茄酪梨芒果中 做法是芒果切丁 薄荷切碎 与盐巴一起拌匀 再将番茄切丁 拌入九成塔碎 与盐巴 接着把酪梨切丁之后 再加入香菜碎 盐拌匀来备用 取透明的容器 以芒果铺底 中间放酪梨 上层再放番茄 然后撒上少许的坚果就可以了 这一杯一定很好吃 在吃之前 我们的大师傅 要来提醒我们大家一件事情 酪梨有的时候 它会像苹果一样会氧化 对 那怎么办 放一些柠檬汁在里面 就可以避免它氧化 好 那这个就大家要注意一下 而且柠檬维他命C高 可以帮助食物里面 铁籽的一个吸收 好 就可以把它转换到 变成我们体内很容易吸收它 是不是 对… 所以说大家记得 对 那么如果说是类似 像很多的生綠色蔬菜 都有很多高的铁汁 铁汁 可以搭配 维他命C高的水果 像是橘子 柠檬 巴辣 这些都可以 对 就会在我们身体里面 是更促进我们的铁汁吸收了 对… 所以一定是要在多少时间之内 去吸收 吃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对… 所以别担心 吃素的铁汁吸收不良 就是要半个小时之内 把维他命C的东西吃下去 对 好 太好了 那我们现在 我好期待 我们先吃一口饭饭好了 这个饭饭是加了 刚刚各种的这个材料 我吃到我好爱吃的那个 不合叶的味道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个饭里面还会加什么东西 加其他的材料也都可以 都可以 只是不要出水的就好 对 自己可以包 对 干的 可以自己包一些创意 加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重点就是不要让它会出水的 都可以 其实加一些坚果蛋里面 也可以 一定很棒 对 这个红豆饭怎么这么好吃 好 现在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来吃 所以您刚是配色的层次 还是要我们吃的时候 是一层层吃下去 可以把它混在一起吃 酸酸甜甜 还不错 大家一起说 很好吃 很好吃 这个放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吃 很好吃 很好吃 这样营养很均衡 很均衡 很均衡 所以体重的控制会比较好 算它是深的 但是它不用担心 会让我们脂肪囤积 是不是 对 不用担心 而且它当作那种餐中的粘心 是很有保护感的 好棒 来 自己在家逗逗看 会让你的这个很炎热的状况之下 还是很有食欲 那么好 没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的禁资食品 发挥的创意料理 那如果你也很有创意的话 就自己把它写起来 把食谱做法写起来 拍张照 然后寄给我们 然后我们觉得说 很棒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们也会寄一份小礼物给你 谢谢 我们大家一起来发挥创意 谢谢你们 谢谢 好好吃喔 对啊 这个好好吃